你知道全世界最红的YouTube频道是谁吗? 没错啊! 额...不是黑皮的频道 呵呵 不说你不知道 世界第一名的YouTube频道 拥有超过一亿五千万的订阅人数 正是来自印度宝莱坞的T-Series 频道内容九成九都是宝莱坞的电影MV 近年因为宝莱坞电影渐渐打响名号 加上印度网络的普及率UPUP 在超过13亿人口的加持下 订阅数也跟着UPUP 变成了YouTube界的龙头老大 而说到宝莱坞 你可能会想到三个傻瓜 我的冠军女儿 舅舅蔡英文 还有各种嘟嘟嘟哒啦啦的华丽歌舞桥段 究竟宝莱坞电影如何擦亮招牌 文明世界 又为什么电影里总是要唱唱跳跳呢 快跟上黑皮的脚步 踏上古老又神秘的南亚大陆 来一趟探索之旅吧 来到了梦买的宝莱坞影视基地 要看电影怎么可以不来份爆米花呢 梦买道道地地的爆米花 Pale Puri 加上了脆米 花生 青辣椒 还有罗旺纸酱 又香又咸又酸又辣的口感在嘴里迸发 吃饱了才有力气来好好认识宝莱坞 哈哈哈 之所以叫做宝莱坞 据说灵感是来自美国的好莱坞 将梦买旧称中的B取代H 将将Bonew登场 我们的电影也要大红大紫 而有这种野心的 可不是只有宝莱坞 还有康莱坞 泰莱坞 好多好多莱坞莱坞 这使得印度电影的出产量 连美国好莱坞都望成末节 一年上千部 平均下来一天就有超过三部芯片 哈哈哈 是的 当你来到梦买宝莱坞观光 不只可以体验印度的传统图式 和参观拍摄现场 一不小心还会遇见大明星哦 哈哈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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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有胖虎的嗓音 别绝望 我们有专业的配唱歌手 在这里对嘴不会被笑假唱 MV直接大大方方的写 是谁在对谁的嘴 甚至在印度电影奖中 还有最佳幕后歌手的奖项 像是神级幕后歌手 Lata Mangeshkar 从黑白电影唱到彩色电影 唱了七十几年 累计配唱作品超过两万五千首 贊成地标最强蒙面歌王 这也让不会唱歌的演员 有机会实现新梦 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许多宝莱坞电影要唱唱跳跳呢 当然是因为观众爱看咯 早期的印度 上学好难 生活更难 看电影是逃离日常苦闷的重要享受 前线易懂的歌舞 让人更能injoy其中 而且电影还要小个大袜 必须值回票价 所以一部电影通常很长 搭配悬疑动作奇幻喜剧 各种新剧结婚很快的大杂会情节才过瘾 而这种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的喜好标准 可是受到印度传统戏剧的影响低哦 印度传统的饭剧有所谓的情与味 表演者通过表现情 在观众心中产生味 一出好戏就要像一道好料理 要有多种味道在嘴里迸发 给观众的感受可不能只有一种啊 因此许多印度电影又被称为 马萨拉 Film 综合香料电影 就是要给你感官充结多重享受 这些传统 通通被记录在印度戏剧圣经乐舞论理 而书中还提到 戏剧舞蹈是神所创造 为神服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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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传说就是三项神之一的 师婆发明了所有的舞步 这位印度舞蹈的开山主持 开心跳舞 而不开心也跳舞 是因为老婆去世悲痛晚分 而武力全开 才能毁灭事件啊 人们还能透过师婆发明的舞蹈 与神交流 手 脚 眼 三位一体 务必精准到位 才能让神透过肢体与手印动作 现身在人们面前 我终于看到了 他舞蹈中的变化仿佛是神明上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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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舞蹈更在印度各地长出不同style 像是这个快速转圈圈的舞步 就是在印度北方 受到中亚苏菲文化影响而成的卡塔克舞 搭配着美丽的阿娜卡蒂传统服饰 旋转跳约比赦言 国王看的好喜欢啊 在蒙乌尔时期 舞蹈便从庙里跳进皇宫 变成宫廷自我 而自己在家里慢慢看 呵呵呵呵 除了宫廷跳 而民间也爱跳 舞蹈充斥在生活中奋不开啊 到了近代 印度与舞蹈还是如胶似漆 因此在电影中放入舞蹈元素 而自然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宝莱坞电影更促成 传统舞蹈出现全新样貌 像是刚刚提到的卡塔克舞 在宝莱坞生死恋中 就把传统的毒舞改成群舞 这寡厉的大场面 配上跳卡塔克舞常使用的 新都市场音乐MIX西方编曲 让融合流行元素的舞步 有了崭新又熟悉的味道 成了当年票房No.1的宝莱坞电影 2006年起 印度政府开始强调软实力 成立了媒体与娱乐部门 让文化产业的资源 可以更有效地与电影整合 印度文化就这样随着 宝莱坞旋风 蔓延到世界各地 今年随着印度社会的改变 宝莱坞渐渐减少了歌舞桥段 放入更多对社会的反思 与传统的对话 更多元的题材 更丰富的元素 跟以前又不一样啦 这样用电影形式 不断反映当代价值的创作 而在台湾其实也不少呢 印度就和宝莱坞一样 立足传统又不忘与时俱进 如果你还以为宝莱坞只有唱唱跳跳 那你就会错过整个印度哟 不妨来一场宝莱坞电影之约吧 说到这边 明信笔也写好咯 黑皮南亚飞完就欢迎飞飞飞咯 南亚飞啊 要走就走到飞啊 嘿你看过宝莱坞的电影吗 喜欢三个傻瓜的请举手 还是你喜欢印度麦库呢 赶快留言告诉我们吧